我们现在人受西方人思想 一切利益最大化 结果倒下 那导致很多很多后续问题 老说企业 现在动不动都入企业吗 而且很多部分是商业吗 投机导宝 没有实在的东西 已经过度夸张包装 不值那么多钱 要卖那么多的东西 它倒了多少回首 就是脑子里生意 它不是买卖的 买跟卖它是可以讨价还价 有多少你需要 甚至最早的交换 都不用货币 白面花大米 你需要什么 我缺什么你有多的 互同有无 这才就买卖 你凭空生出来的东西 都是浮夸的 浮夸浮云 短暂看上去好像怎么样 实际上你实用最起码东西你得有用吗 你真是根本忘了 我们全责利益 这个利益只是一个结果 如果你的初心 用的方法 没错 我坚持到底 自然它就有一个结果 你会发现很多真的赚大钱的人 我们只是拿钱打比方 这个利益也不光是钱 包括你其他的需要 其他的欲望 那么他自然而然 根本就不用太费心思 如果你一开始 就是只在乎这个 越多越好 那你这个权怎么用 已经脱离了金 不该你用你乱用 甚至越急 那一切反正是不择手段 那责任呢 有利于我的 我才负责 那算什么工作 算什么 你人 做人都忘了 你根本 跟结果 本末倒置 倒果为因 那为什么说 佛众因凡人重果 尤其现代的凡人 越来越 顺目顺光 既得利益 眼前的 从来不考虑 其他的 从来不考虑别人 从来不考虑 更长远 即便你得了 你损失的更大 最简单的就是 你钱一多就出灾了 那你还看不到 我说不管 那你身体也不行了 你这个时光 全都花费在这个上面 你人生 有什么意思呢 有什么意义呢 很多 真的 挣大钱的人 他是自然而然 他是要做事业 我有一个事可做 很重要 很有价值 或者是我的兴趣 擅长 那这个钱 他是自然而然的 经过一个阶段之后 你不要怕慢 他自然 会越来越多 而且你还不累 这多好 这才对 没有 现在全都是 那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吗 那出心就忘了 你做企业 你要做一个事 那事也像做人一样 那义跟力 那古人都说了 完全现在人 就反着看了 哪有什么义 哪有什么信 没有人 没有良心 那能好吗 那能长久吗 结果是很惨 你相信